抱歉 让芸小姐看到如此不堪的一幕 花公子不必向我道歉 我没有受伤 刚刚的话没有说完就被毒老打断了 我想说的是 请芸小姐放心 花母不会泄露芸小姐的行踪 这样做 就算是花母 报答芸小姐的救命之恩 我刚刚所言不虚 花公子可以放心 我会帮你压制毒 花母还有一个提议 提议 这次 花母给你们做一个假身份 足以以假乱阵 完全不会被人查到真实身份的假身份 好 那就麻烦花公子了 也请花公子放心 如若有可能 我会研制出真正的解药 不过这需要时间 在此期间内 我可以保证花公子性命无忧 好 花池回过神后 迅速地收回了目光 拿起了一旁的茶杯 猛地吞下了一口茶 想要以此来削减一下心口的乱动 她不能急 不能在她面前显露太多 我必见不过 不妙工